安东尼出生于公元前83年 克里奥佩特拉出生于公元前69年 安东尼来自于罗马的贵族家庭 克里奥佩特拉是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法老 安东尼是火爆的白羊座 克里奥佩特拉是温柔多金的双鱼座 哦不对,是多情 安东尼觉得自己就是酒神巴克斯的化身 克里奥佩特拉是埃及的时尚风向标 安东尼一看到香料烤芹就欲罢不能 克里奥佩特拉吃椰枣能吃一整天 安东尼喝淡啤酒谦卑不醉 克里奥佩特拉每逢睡前都要喝一杯红酒 安东尼最喜欢的颜色是庞贝红 克里奥佩特拉最喜欢的颜色是金色 安东尼经常穿着DNG 克里奥佩特拉的衣柜里全是Bellman 公元前41年 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在进行公务会谈时不慎坠入爱河 公元前40年 安东尼返回罗马 克里奥佩特拉在埃及为他生下一对双胞胎 公元前39年 安东尼的副将文提迪斯平定叙利亚和小亚西亚 公元前38年 经由安东尼的妻子 哦不 现在已是前期的奥克泰威亚的调停 使得罗马三巨头的联盟暂时得到稳固 安东尼的部队在派西安赢得了关键一战 公元前37年 安东尼在征讨途中绕到安提阿与克里奥佩特拉再次喜相逢 公元前36年 克里奥佩特拉为安东尼诞下第三个孩子 公元前35年 安东尼征服亚美尼亚王国后再次回到亚历山大 公元前34年 安东尼在亚历山大按照埃及传统礼仪举行盛大的凯旋仪式 为克里奥佩特拉及其儿女分封头衔及领地 现在包括塞浦路斯 利比亚 内叙利亚 亚美尼亚 米地亚 帕提亚 斐尼基 叙利亚 西里西亚的人民都要叫他女王 公元前33年 三巨头联盟正式完蛋了 公元前32年 安东尼与奥克泰威亚离婚 与克里奥佩特拉真正双宿双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